鬆軟吐司 軟綿綿放入嘴裡 奶香味濃厚 讓這位小姐吃過一次久久念念不忘 但其實照著看 這吐司跟一般賣的沒啥不同 包裝也普普通通 但這一大早的排隊人籠是在嚇死人 明明麵包店八點半才營業 但十幾公尺上百名的人潮 卻提早一個小時出現 沒有招牌的麵包店 這吐司到底有啥魔力 鮮奶味也很重 所以不錯 那這邊都會自己吃的嗎 今天要烤肉用的 所以都自己吃就對了 對對對 今天晚上烤肉用 買五條 一個人限購五條 中秋廉價烤肉最重要的配角就屬吐司 坦南觀廟這間麵包店的吐司 因為超濃奶香成了秒殺名產 不但店家限定一人限購五條 而且一條90元 比一般吐司貴了50元 但還是一下就被搶光 甚至有人看準它網路爆紅 轉手賣一條140元 而另一家在觀廟這間 也賣限量吐司 口感較紮實 也有一票粉絲支持 給它冰起來 然後再拿出來回溫 自然回溫自然吃 口感就比較殺死一點 坦南觀廟不只鳳梨出名 就連樸實的無名吐司 現在也成了外地人必買的半熟禮 記者鄧明SNG小組 坦南報導 記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